歡迎回到武董談大選 各位觀眾歡迎來到武董學立門 武董仔立門 那今天有何老師加入我們 變成何老師仔立門 來 董事長第一題 他說請問現在郭董將蔡幸宇等幕僚的戶籍 掛在挺韓立委的區域內 這是否有意警告其他的立委不要太挺韓 那這一招是不是郭看武董談大選學的 當然是吧 他就是很清楚的知道 我只要國民黨的立委投降叛逃 倒戈到郭台銘這邊來 郭台銘就贏了嘛 才能操作棄保 所謂棄保的操作 就是國民黨有十個立法委員 投降倒到郭台銘這邊來 那韓國瑜就崩盤了嘛 這就是操作棄保的 一個最具體的量化指標 那現在問題是 他這是強將手下全部弱兵啊 他拍這幾咖根本就不是咖嘛 那咖還不如王金平拿錢去買 還有用一點 搞什麼東西那些沒有用 你掛戶籍誰怕你啊 你戶籍掛到我家對面來我就怕你 哪有這種事情 我媽的我到你家去怕賽 我把你那幾個女的 看到他媽的槍聲響起就逃掉了 他媽的出國了還戶籍耶 他把他媽祖籍都忘了 我跟你講還戶籍 選立委在拚命的你知道嗎 開玩笑郭台銘根本就不懂嘛 你弄兩個女的戶籍 我跟你講很快下一個老公又出事了 上一個不是已經出事了嗎 蔡幸宇的 你調查局不是抓走一個嗎 對 理由 你知道現在你有五個抓走一個四個嘛 這四個馬上老北老部親戚馬上出事 民進黨一定把你抓走你放心 所以不是戶籍的問題嘛 是戰力的問題嘛 你有沒有那個恐嚇的力道嘛 你把屋子家放下去看看有沒有用 當然有 我怕死他媽的 我跟你講保證弱選 別的本事沒有 你不要讓我這區選我選不贏 拜託拜託 就是人肉炸彈嘛 是… 這是簡單的式的制 你搞了幾咖 幾咖那個是那個路邊攤的人 那個美女嘛 那個沒有用 所以當然學 這叫什麼東西 東思孝平嘛 他學不會嘛 沒有學到 本質上差異性太大了 能力太差了 所以他的競選團隊 是麥娜實施扣分的 台灣最好的候選人 碰到全世界最爛的競選團隊 是 希望郭總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好好想一想 好來 我們要看下一題 來 下一題呢 這個來問這個何老師 他說 何老師你應該選不分區才對啊 全台灣60萬新住民 都會因為您投票給民眾黨 而您的選區 您選區域立委 要如何說服 一般選民把票投給您呢 那其實不是松山這一區喔 中山松山這一區 我是啊 何老師是中山松山這一區嗎 中山北松山 北松山啦 北松山啦 好來 我們請何老師回答一下這一題 第一個喔 加上我是在北松山那邊 民生社區附近長大的林娜啦 我是那邊 我不是工匠 我也是在地 我說真的啦 這次為什麼選這一區出來 因為這個社會長久以來 都沒有看到新住民家庭的實力 我很感激我們有兩位非常優秀的競爭對手 所以我下去選有一個主要的因素是告訴大家 新住民也是台灣人 新住民的孩子喔 可以跟其他台灣孩子一樣優秀 所以我很高興 我們有兩位優秀的戰友跟我一起選 所以這次很好喔 中山北松山可以是三個好蘋果裡面 大家放心選最好的喔 不用選一個最爛的出來喔 這是我們可以開始改變台灣的選舉生態喔 那我其實我要說服所有的選民喔 就是我們台灣面臨的一個國安危機 不是芒果乾 我們台灣的國安危機是什麼 是我們人口稀少 我們的出生率今年已經全世界最低了喔 1.2 台灣就是因為沒有人喔 照理說我們人應該要負成長的 但是幸好有我們移民有新住民 來補貼這個人口缺口 不然長遠下來我們人是不夠的 所以去年啊 我們那個賴清德行政院長 也提了新經濟移民法 但是不好意思 他後來辭了院長 初選又輸了喔 大家都忘記了這個新經濟移民法 這個才是我們國安危機的關鍵 我如果當選的話 我一定推動喔 用移民喔 來提升台灣整個的競爭力 不然我們人口都不夠了 拜託喔 我們看一大堆夾娃娃機在路邊 誰去玩 沒有人的話 這些年輕人開的夾娃娃機店 沒有人玩 沒有消費 那我們做什麼 沒有外來的人口補充 沒有消費力 就也不會有生產力 我們國家經濟就會一直在低檔的下去 所以我主張喔 我們要吸引高優質的移民進來 台灣本身就是一個移民國家 我們98%的台灣人都是移民跟移民的後代 所以我們要像新加坡跟加拿大一樣 用移民來提升競爭力 然後最後我們的國民所得 整體的國家競爭力 可以追上新加坡 甚至跟加拿大並駕齊驅 好 我們希望再有機會的話 可以讓何老師更完整一點 來說明他的這個聖見 不過何老師是在中山 北中山這一區選舉 這個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來 董事長我們來看下一題 那下一題呢 他的問題是 中國近年來多次使用斷交的方式來 請迫使台灣接受一國兩制 請問董事長 這個有什麼可以破解他的方法 還用斷交 迫使 不是 一國兩制跟斷交 一點關係都沒有嘛 一國兩制就是他要把你統一 他要把你併吞掉 就是這麼簡單一件事情 他有能力他就來了嘛 就好像他拳頭夠大 他就把你打下去了 而且拳頭不夠大 他就認了嘛 他就打嘴炮而已 你知道嗎 打嘴炮我現在跟你講嘛 他就花錢一下去買一些小國 買…算了嘛 這個小國外交是台灣最大的缺點 而且這個是個莫名其妙的事情 這個是國民黨的思維下的產物 因為國民黨要維持 中華民國這個名稱的政策 所以他需要有很多邦交國 我現在請問你 這個邦交國加起來總好有人口數 這個邦交國又比美國的實質外交重要嗎 當然沒有 比德國重要 比日本重要嗎 沒有 那屁都沒有用嘛 美國現在賣飛機過 我們去打老共了嘛 台美關係現在在成長 不管你高不高興 不管蔡英文怎麼搞 他是成長的事實嘛 那到底哪一個事情重要 哪一個事情不重要 這黑人走就算了嘛 你去過索羅沒有沒有 沒有 你以後會不會去 也不會 對 這莫名其妙的事情 所以中國要台灣推動一國兩制 那是看他的拳頭夠不夠大 他今天拳頭不夠大 第二個斷交 我跟你講都多後年 那是因為他搞不過老美 故意去在你旁邊拿個小扁鑽 戳一下你的沙發椅 然後假裝生氣 就是這樣而已 誰理他 蔡英文剛剛多開個記者會 明天早上就沒人談這個事情了 所以不用破解 歡迎斷交 這麼結論 好 董事長那時候斷交到底贏怎麼辦 怎麼辦 那剛剛好台灣獨立嘛 不夠好而已 沒差 是是是 好來我們回到今天下一題 董事長今天還是問你的問題比較多 那下一題我再問你說 董事長你心裡面覺得 最佳的副手是誰 這應該是在問郭董的 有一個選舉跟我什麼屁事啊 他覺得 你心裡面覺得誰是最佳副手 郭台銘的副手啊 他是這樣子 他這個人是這樣 他如果是國民黨的候選人 他又會選出一個 非常讓人家驚豔的副手 他今天已經是落水狗 落爛了 他就初選輸掉了嘛 他靠獨立參選嘛 對 獨立參選也靠力轉勝你知道吧 力轉勝就要用非常之道 來打這個選戰 包括副手在內 你知道嗎 就要用出怪招啦 要用出怪招才有辦法 你知道嗎 就正規打法 剛剛還有人講什麼周守遜黃什麼魚 這麼口條都不錯 到底誰聽啊 那個話有個屁喔 我吳自家罵一句話 他痛三天 你知道嗎 郭台銘的發言人講的屁話 沒人理你嘛 標題都沒有 連梗都沒有嘛 所以這個最佳的副手 現在郭台銘最佳副手 我認為他找不到副手 他去 他跑到新竹去見柯爸 柯媽去送月餅 我要講喔 郭台銘沒有送過我月餅喔 這郭台銘大歲吧 他比較喬得起柯批 喬不起我我跟你講 寄上一筆 明年中秋節你要給我送月餅 不然你會把你們伯插個蛋 我跟你講 他就是要柯批當他的最佳副手 他就是要柯批嘛 講半天啊 我們現在正式推薦蔡壁如 好不好 結論了 好 那以上是這一節的 胡董 侯麗粉 何老師 宰麗粉 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